今次考DXC 我真的很想多謝Fred 因為平時我在學校的economics 都不算很差 但是來到econ的補習 他真的可以經常用到很多現實的例子 去跟我們展述不同的econ concept 我中午開始補習Fred 其實一開始是朋友介紹我 成績不算太好 來到之後發現 他將很多概念都說得很清晰 不像教科書那樣亂租租 而且他會加入一些不同的額外知識 令我們真的明白每一個economic concept 不然只是去看消本上的每一個文字 FIRT CHAN的教學很一針見血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經常說一句 你貼重題目其實不是什麼 但最重要是學生會不會做那條題目 所以貼重題目其實是一件沒什麼所謂的事 反而你要知道 究竟你如何踏重marking scheme 如何去取得分 他這件事就很著重 亦都是他的強項 亦都是一樣 令我印象最深刻 和幫到我的東西 在補FIRT CHAN之前 我經常會遇到題目 看完之後完全不知道答什麼 但補完之後 發覺原來每一條 後面都可能會混合幾種幾課一起 補完FIRT CHAN之後 我就懂得回答這些跨課題的題目 而且我覺得FIRT CHAN貼題非常準 今年有幾條我都是靠FIRT CHAN的項目才會回答 所以我覺得FIRT CHAN幫到很多 FIRT CHAN在LIVE班上 都會記得所有同學的名字 他都會經常問一問 很突然的問一問 我們那些Econ的問題 我都試過一次 就被他問一條我不懂的問題 在班上就變得好餘 從此之後 我就在家裡會認真避課 之後才會去上課 首先我覺得FIRT CHAN的上課起分很輕鬆 然後做AMC的時候 會有些很容易的方法 讓我們可以做得快一點和準確一點 然後做LONQUARE的時候 會教我們一分一行 我覺得這樣可以省到很多時間 還有可以更加好掌握自己應該要回答些什麼 FIRT CHAN上課會用很多不同的例子 去幫我們明白一些很抽象的Econ的概念 例如他會用一些房屋或日本安倍經濟學 去教我們將Econ的概念 亦都會符合DSE做卷的考試模式 FIRT CHAN平時上課 他很少無謂的話 只要專注在課本中 你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我們就不會太擔心到 還有教了很多老師沒有教的技巧 或者看到某些問題的提型 你要怎樣回答 出到考試的時候 看到這樣就沒那麼害怕了 所以FIRT CHAN平時上課教很多考試的技巧 令到我們答題目的人更加信心 更加有信心 還有給了很多不同的題型的練習 我們做完之後 面對就算是新的題型 或者各個考試的題目 都可以對自己更有信心去作答 可以幫我拿到更好的成績 平時我在學校預測我 都是拿到一至二的程度 多得FIRT CHAN的幫助之下 尤其是他那些 因為我報了他的MOD CLASS 他的MOD CLASS 他的MOD CLASS功力是非常深厚的 一開始他是用一些比較簡單的MOD CLASS 我以為可以應付到 之後他就越來加深的難度 之後就越來越貼近這個文憑市出題的題目 那我就知道原來和學校的程度 原來是差很遠的 因為FIRT CHAN平時 他知道考評局裡面大概會出些什麼 還有他的貼題是比較準的 那最後真的在考試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的題目都是FIRT CHAN平時 類似都出過的 那我覺得是非常之 名準率是非常之高的 那我這次拿到這個特飛猛進的成績 我也是很感謝FIRT CHAN平時